而在圆克青少年三对三篮球赛 办得如火如荼的同时 花联市民代表蔡易洋 也邀请了许多热爱篮球运动的朋友 一同赞助营养金 给这一次要代表花联县 参加全国原住民杯篮球赛的 国中组小朋友们 希望他们在篮球体验人生的道路上 能够得到更妥善的照顾和训练 110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 3月份即将在宜兰县热力展开 由篮球教练陈桂翔所带领的队伍 也将代表花联县出征 前往参加青少年组的篮球项目 我们在今年的3月 要去比全国原住民杯篮球赛 那在这个赛事上 那其实在县府 他其实有补助我们一些出赛的费用 但是可是我们在小朋友在 想说我们能够让小朋友多一点的出赛的经验 那我们这次需要去一地训练 那一地训练需要一些费用 那刚好跟蔡宜阳代表聊到 那他联络了好几个他的好朋友 那愿意帮助滑连线代表队 去一地训练的费用 由他来帮忙 得知球队需要更多资金帮助 滑连市民代表蔡宜阳也力挺到底 号召身边热爱篮球运动的朋友 一同赞助2万元的营养金 要给这些小朋友作为一地训练使用 有我们HGBA在花莲在地的篮球联盟 盟主陈德凡 那他的代表 那跟我们阿公兵店 洛冠良洛大哥代表 还有我们LASERS的金牌 业务员洪少伟 然后跟我们安年人寿的经理 那个黄柯胡经理 那他的代表一起过来 那来帮助我们 我们这一次全国原住民杯学生组 那他们在3月底的比赛之前的训练 我们来跟他赞助一些营养金 那希望他们可以能好的成绩 那也希望这些小朋友 可以得到好的照顾跟训练 那他们用篮球在体验人生的路上 也希望他们未来可以成为一个 善良而且自律的人 从篮球这边获得许多成长 市民代表蔡宜阳也表示 希望小朋友在借由篮球体验人生的路上 能得到更妥善的照顾及训练 也期许小朋友们在长大后 都能成为善良且自律的人 如果有能力 也要持续将这份爱心流传下去 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记者 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